多人在买 像是好运连连的连鱼啦 还有元宝形状猪蹄 另外象征年年高升的年糕 都很受到欢迎 也因此在今天 摊上多倍了五倍的量 要来应付人潮 而每年在小年夜的前后 台北市万华的这位挂包集 他总会替弱势民众举办爱心宴 要让穷苦无一的人 他们也都能够吃到一顿暖食 今天挂包集 他靠着三位女孩的帮助 在网络上面串起了爱心 让这样的爱心念 可以继续办下去 从今天开始一连四天 提供上千人来享用 最新现场把时间 照记者刘松岭 好 这样的爱心 当然希望有人 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不过说到今天是情人节 但是在演艺圈 有情侣宣告分手了 艺人Kate和许维恩 交往了五年 传出早在去年11月 就协议分手了 这是民众的爆料 说两个人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许维恩 觉得男神管太多了 但是第一时间 求证Kate得到的答案 是两个人 一切正常 但是就在昨天晚间 许维恩出席活动 她承认了分手讯息 她说两个人还是好朋友 像家人一样 而这个月四号 天后阿妹张慧妹 顶着寒流 在台北新义区开 新歌演唱会 当天呢 阿妹还感性的落泪 向歌迷致谢 现在才知道 原来阿妹的妈妈 罹患了大肠癌 因此当天没有到现场去观看 现在人是住进了台北 荣总医院来治疗 但是阿妹不忍心 妈妈受苦 再加上希望过年的时候 全家还能够团圆 因此预计是在农历年之后 替妈妈安排开刀 切除肿瘤 而说到这回花莲大地震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 大家都是请全力协助救灾 也因此呢 今天民党中央发布了最新民调 这也显示了 不分蓝绿有七成的民众 肯定蔡政府在这回的救灾表现 尤其是向来对论营来讲 支持度比较低的花东选区 也有八成的满意度 这一连带拉抬了蔡总统的 个人支持度 还有近期的满意度 都超过了50% 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婿赵建民 在台南麻豆匈楼医院 传出了医疗纠纷 有病患家属就指控了 说赵建民前年替父亲 进行了脊椎手术 结果导致父亲半年之内 三进三出医院 动刀两次都失败 甚至转院到一大医院之后 还发现了先前手术的螺丝松脱 全身还因为药物过敏 起检脱皮 在去年5月份不幸往生 那么家属难以接受 现在整起案件已经由卫生纸 陷入协调 而同样在春节前 还发生了让人遗憾的悲歌 这是今天清晨两点多 台中五名大学生 他们分别骑乘四辆机车 夜冲清水去看夜景 强暴就在回程途中 其中一名独自骑车 梁姓男大生 行进一处弯道 依次失控撞上电线杆 接着连人带车 就摔入了一旁水田里面 头骨破裂 当场死亡 而事发当时这南大山的安全帽 就掉落在身旁 目前有关详细照射原因 警方还要再累积 好 不过在台湾 善心人还是非常的多 我们来看到是在新北市 三小的一名企业老板 他非常糊涂 不小心把面额 三十万元支票遗失了 当时这位老板心急如焚 他也非常失落 因为他觉得这张支票 恐怕是找不回来 想不到过没多久 他居然接到派出所电话 说有人捡到他的支票 让这位企业老板喜出望外 直呼他的心情 比众乐童还要开心 而说到明天是除夕 很多人最期待的就是领红包了 但是专家要提醒您 台湘的红包袋 或是闻起来有刺鼻味的红包袋 都不要买 因为这样的红包袋里面 可能含有一级致癌物 甲醛甚至是重金属 特别像是小朋友 喜欢把这样的红包袋放在嘴边 都要特别当心 我们就起来 化学老师要教你如何简单分辨 什么是劣质品的红包袋 好另外这傻眼的状况 待您看到是在中国 其实不管是火车站 或地铁站 行李都要通过安检 想不到有一名女乘客 她只因为不想把身上的小包包 拿下来安检 居然就整个人连人带包 钻到了小小的行李安检机里面 导致荧幕上就出现这样子 诡异的人体透视图 而体育场上我来看到是 2018平昌冬季奥运 现在各项赛事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不但出现了不到18岁 冬奥史上最年轻的女子金牌得主 另外台湾小将戴伟林 这一回也是初登场 带您快来看 而说到平昌冬奥最闪亮的焦点 莫过于是这群动作整齐划一的 北韩拉拉队 现在在他们辛苦应援之际 终于也有机会外出去观光了 但是他们所到之处呢 都被大批媒体还有民众围绕 与其说他们是去观光 倒不如说他们像是被观光 镜头要转回到国内来关心的是 今天是小年夜 现在返乡车潮逐渐涌现了 那么为此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一大早就亲自视察行控中心 同时也送上了水果礼盒来 慰绕辛苦的工作人员 不过今天除了是小年夜 同样也是夕阳情人节 柯市长就被问到 有没有打算和夫人陈佩奇一起过节呢 对此柯文哲保密到家 而每回的农历年前 马前总统也都会和家人一起到市场去采买年货 果然今天上午一大早 又看到了马前总统和大姐蚂蚁男现身市场 明显看出来 人气比起前两年回升不少 因为除了马英九亲自写的春联非常抢手之外 今天啊 很多摊上都是热情打招呼 甚至还有婆婆妈妈又抱又亲 差点让马前总统吓坏了 观众们午安 欢迎去索电店 今天是小年夜 预计要在今天提前启动返乡车潮民众 千万要注意了 高高级预估以今天来讲的话 在下午会是最塞的时间点 交通量会比平常增加大约12% 预计会一路塞 塞到晚上8点之后车潮才会疏解 而接下来呢 大年初二初三 预估是交通巅峰期 这交通量可能会是平日的两倍左右 而再加上根据天气预报 春节期间各地都是温暖舒适的天气 也因此大家出门踏青 上路之前就要有心理准备 恐怕会塞到爆 从明天开始登场春节连假 高宫举预估将会有11个大地雷路段 行车时间会是平常的3到6倍 究竟有哪些重点的瓶颈路段呢 带您了解 而另外要来看到这个案件 真的是让家属重新燃起希望了 这是屏洞的一名18岁女学生 她在2009年的时候 和朋友到这宜兰的南方澳去玩水 想不到不慎落海失踪 至今超过了8年时间 而根据民法的规定 失踪满7年是可以来申请死亡宣告的 家属一等等了超过8年 没有判到消息 日前忍痛就到法院要去办理程序 想不到法院却查出来 做这名女学生的健保卡 在4年前有刷卡看诊记录 而且这样的记录还是在女学生家里的家乡 屏东熟悉的眼科诊所 不仅如此就连病例 也和她失踪之前一样 都是因为结膜炎而去就诊 好到底这名女学生 她是不是还在人世 为何会有健保的就诊病例呢 家属为此心情也跟着翻腾起来 而让家属伤心的是在春节前 居然发生这样子遗憾的悲歌 这是今天清晨2点多 台中五名大学生他们分别是骑成了四辆机车 夜冲清水要去看夜景 但是就在回程途中 其中一名独自骑车的良性男大生 他行进一处弯道 一次失控撞上电线杆 紧接着连人带车摔入一旁的水田里面 头骨破裂当场死亡 而事发当时这男大生的安全帽掉落在身旁 但是现在有关消息的肇事原因 警方都还要在调查 而还要来看到是在新北市淡水日前出生一名男子 他疑似是吸毒吸过了头 就拿着折叠刀在街上挥舞 甚至当时还沉入了民宅里面 就在遮雨棚上摇摇晃晃在行走 而当时呢远景获报道场 想不到这男子一脚踩破了遮雨棚掉到下方 幸好他只受到轻伤 远景眼见时机成熟 喷洒辣椒水制服男子 结束了脑子 而另外这起命案的结果也真是出人意料 这是高雄的凤身一对表兄弟 他们传承了家族的黑轮加工生意 因为意见不合 在去年就已经拆股各自经营了 所以下午表哥是因为之前的口角纠纷 前往工厂要去找表弟理论 就双方一言不合 表哥就掏出了预藏折叠刀 刺杀了表弟的颈部一刀 当时在工厂里面打工16岁少年健壮 上前去夺刀护主 想不到却连刺对方五刀 造成了表哥送医不治 而台北市一名曾姓男子 他想要成立基金会来行审 差点遭到诈骗 男子是在通讯软体上面认识了一名 自称是美国驻叙利亚军官的人 对方说可以资助他1000万美金 但是要先拿出23000元美金 来当作过海关费用 而当时前来面叫男子 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外交官 只是预期拘留的观光客 当场就被警方揭穿了骗句 而在南投一名张姓 窃贼居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偷走民众摆放在济南宫 供桌上面的金鸡橱窗 当时他还顺手牵羊 拿走了两包红包 而事后经过调查更发现了 原来这一名张姓窃贼 他就是先前曾经下定6000块鸡牌 恶意跑单 而登上新闻版面的男子 这一回是终于遭到警方逮捕 就说到过年走村 多数民众都会到庙里去走一走 要祈求新的一年好运到 而事实上这过年到庙里面 其实还有机会来求财 像是桃园的三清宫 明圣道院还有慈户宫 都举办了活动 要让民众强好康 虽然荷包满满 但是很多东西都变贵了 要来看到像是这个全球蛮苗现在大缺货 导致蒲烧蛮的价格 也跟着网上标 彰化区余惠的蒲烧蛮呢 原本是每公斤五尾 1700块钱 但是现在受到了蛮苗减量的影响 从除夕开始 张价了17% 一公斤涨到2000块钱 不过另外来看到这群人 他们居然无辜成了受灾户 这是在这个月7号 家义市林森先入了巷弄里面 发生一起纵火案件 只因为呢 是一名住户 他和其子吵架就分而纵火 烧毁了附近27户的住宅 总共造成59人 无家可归 现在快要过年了 当地里长也特别举办了一场团圆饭 宴请大家 虽然这气氛很温馨 但是就有人一想到一辈子的努力都没了 不禁潜然泪下 而同样无家可归的还有受到地震影响的这群花莲受灾户 今天上午呢收容所关闭了 他们现在入住县府另外安排的饭店里面 而在明天县府也会替这些受灾户举办围炉餐会 协助大家度过农历春节 而在云翠大楼这边的拆除工作呢 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 目前调查重点要放在云翠的一楼到三楼 究竟是不是违法改装呢 因为从曝光的设计图来看 恐怕当初的设计还有后续的改建 都可能是造成楼塔的原因 而迎接狗年到来 现在命理是真为中预言了 说不少的艺人都会迎来好姻缘 包括像是林志玲和严承旭 传出世纪大复合今年 更是结婚有望 如果错过的话 恐怕要再等两年了 至于蔡依林呢 今年的夫妻宫里面有天摇星来进驻 将会出现金归序等级的追求者 而歌手潘伟博 最近在中国的安徽卫视录制春晚节目 让很多歌迷都很期待 大家就盯着这样的节目直播来观看 想不到潘伟博这回只唱了一首歌 短短两分钟就下台 也让很多粉丝觉得傻眼又失望 但是还记得吗 跨年夜在江苏卫视表演三首歌 那么潘伟博他就进账了台币一千一百五十七万元 这回也让大家很好奇了 只唱了两分钟的表演 究竟是多少价吗 好来看到又出现这样的奥客 就是餐厅业者呢 接到了一间位在新北市中和的公司 打电话订了二十二个便当 一共是两千多块钱 那么当时呢 他们还要求店家要在十二点之前外送完毕 于是店家接完电话之后立刻赶勾 想不到之后就接到了反悔的弃单电话 让老板无奈又生气 好带你来看到这样的乌鱼子到底能吃吗 这是一名女网友在网络上po上的一张照片 说自己遇到这样的状况 她说是妈妈拿出了放了一年的冷藏乌鱼子给她吃 但是看到这样的照片 整个乌鱼子的外观啊颜色是黑妈妈的 也让这名网友很傻眼 怀疑的真的还能吃吗 春节期间哪里可以去呢 要告诉您在高雄又多了一个玩乐的新景点 这高雄第一座天空步道高达十三层楼的岗山之野 想在今天小年夜的这一天正式收费营运了 而为了缩短民众等待时间 同时也要为高雄低碳旅游来加分 也因此高雄市政府建议大家了 最好先是在网络上面预购门票 再利用大众预出攻击语转乘接驳车 或者是搭乘排班的小黄来上山 因为就担心人潮塞报 在周边道路都有进行交通管制 老旧房屋建计现在将华县政府当起了领同阳 要针对了88年12月底之前 五层楼以上建筑物来执行 结构安全快塞 而如果塞出结果是属于危险或是老旧的话 将会告知民众进行耐震评估 后续也可以透过县府来申请中阳补助 保障民众住的安全